哈喽大家好,我是柚子树 现实中很多时候我们容易以貌取神 不自觉地认为那些面容娇好 声音甜美动听的人 品质应该也是温柔敦厚和蔼可亲 这种现象在社会心理学当中被称为光环效应 而今天的故事中 男主就是因为以貌取神吃了大亏 片名叫做四岛 故事开头 女主忧心忡忡地行走在乡间的小镜上 她三步一回头 因为身后似乎隐隐约约地传来了诡异的笑声 她加快了脚步 终于抵达了目的地 便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漫画工作室 不修蝙蝠的男主珊奇是工作室的主人 她虽然其貌不扬 但却才华横溢 奈何却郁郁不得志 未能在漫画界展露头角 护文门外有人敲门 也爱搭不理地让女主自行开门 直到女主在她面前恭候多时 她才缓缓地回过神来 男主定睛一看 发现眼前这位女生 面容娇好身材窈窕 简直是宅男女神的范本 顿时便坐立不安 吞吞吐吐地自我介绍起来 交谈中 男主得知 这位眉目如画的女生 正是新入职的助理画师四导 并且还意外地获悉 四导已经对自己倾慕已久 男主的欣喜之情涌上心头 故作镇定地去灌洗室洗脸 面对镜子又情不自禁地自言自语起来 回到画室 单身多年的宅男男主 面对美女助理 实在无法坐怀不乱 她情不自禁地想把女主四导 作为漫画的原型进行创作 而女主为了给男主增加创作灵感 也相当配合地讲起自己学生时代的往事 女主在学生时代有个闺蜜叫做摩子 摩子平时头发蓬乱 驼背 性格阴郁 总被他人欺负 因此在班级乃至学校 被怪以魔女的绰号 女主由于和摩子是同桌 二人便相识相知 他认为摩子虽然不修蝙蝠 但是心地善良 平时便同他形影不离 二人时常一起照顾兔子 但是有一点 摩子像猴子一般的笑声 实在令人毛骨悚然 猴子般的笑声 你确定不是庐园外的亲戚 只有别胡说 万一他开挂打你怎么办 就在照顾兔子的第二天 那只活蹦乱跳的大白兔 便惨遭毒手 鲜血染红了笼子 兔头也不翼而飞 女主由于受到了过度的惊吓 便反加敬意 这时摩子来电 对他自己戕害动物的行为 供认不回 并且要女主保守秘密 这时女主的父亲恰逢工作调动 他便有幸转学 离开这心狠手辣 外加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摩子 可就在刚才的一个小时之前 女主又不幸在车站遭遇到 多年未见的摩子 与先前不同的是 摩子学会了梳妆打扮 留着同女主一样的黑长直 唯有手腕上 亲身未随的刀疤还清晰可见 当然不变得还有那 犹如猴子一般的诡异笑声 摩子终于向女主吐露心声 原来他出生在一个单亲家庭 其父嗜久诚信 经常对他施以家庭暴力 他也时常感到生不如死 好在当时 有女主作为他唯一的朋友 不料女主的离去 彻底成为了压垮摩子的 最后一根稻草 沉没多年的摩子 最终爆发 在某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将鸣顶大罪 耍酒疯的父亲杀害 此后 少年法庭判定摩子罹患 精神疾病 虽然免于刑事处罚 但是要接受精神治疗 直到上周 才从精神病院出院 女主见状落荒而逃 而此刻的摩子估计发疯一般的搜寻女主的下落 正在这时 门铃声诡异的响起 见无人应门 那人便鬼畜般的开门 缓缓的向二人走来 二人被吓得魂飞魄散 直到那人走至跟前 才发现是虚惊异常 原来是平时大大咧咧的江田编辑 返回了工作室 这时 女主捧腹大笑起来 她坦言 先前的故事都是她急性发挥 编造出来的 目的是要表现自己 信手拈来的创作水平 为了缓和尴尬的气氛 便借故去惯喜事 由于故事过于逼真 男主依然沉浸在那种 难以名状的恐惧之中 而一脸疑惑的江田编辑 终于打开画笔 询问此女子究竟是何方神圣 男主倒吸一口凉气 反问道 其人难道不是 阁下雾瑟来的 新聘编辑四岛吗 女编辑当即适口否认 此刻 电视台发布紧急新闻 在某间咖啡厅的厕所内 发现了四岛的无头尸体 而监控中 表情猥琐的黑衣女子 便是通缉犯 不出所料 正是刚才冒充四岛的女神 男主为了稳住女凶手 便借故出门吃夜宵 想溜之大吉 可是为时已晚 女凶手拎着一个 沾满鲜血的袋子 说要请二人吃哈密瓜 随后画面一转 二人面对袋子 惊恶的表情 被划入漫画之中 漫画的末尾也声称 作者罹患疾病 终止连载 这时 女主又躲入厕所 模仿起四岛的口吻 和昔日的小时同学 小倩童话 估计是 准备物色下一个目标 此刻 她摘下了假发 露出手腕的刀疤 与斑突的头发 再次 猙獰的善笑起来 这个故事运用了 叙事陷阱的手法 用大量的篇幅 讲述一个 引人入胜的故事 又将之否定 可以算得上是 令人耳目一新 而故事的主题 似乎也是 见仁见智 这个问题 就留给观众老爷 在评论区解答 由于时间的关系 今天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 可以关注我的 B站微博YouTube 名字都叫 夏业幼子术 也可以到我的QQ群走走 当然 投币关注收藏 也是极好的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